嗨 你好 我是Joey 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 Wordpress的线上学习课程里面来 那在这课程中 在这堂课 将会希望先跟你说 在我们要建置网站之前 你可能要先清楚知道说 我网站开始的目的 到底是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在这边 可能在整个网站要开始制作前 有一些的前置工作 那我希望你可以先做 照这个方式先做一点准备 来因应后续你在做 相关的这些技术学习的时候 你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掌握的进度跟状况 OK 那就是说 我们在使用 网络这些的服务来说 其实最普遍就是使用Google 就像你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 我们会是一个 Google的一个账号 如果你现在本身 自己就有一个Google的账号的话 那我建议就是用你常用的Google账号 并且可以让它登录在你的 电脑里 跟 所谓的 手机里面的Gmail 那一起来做同步使用 这样是比较好的 Google它有很强的一个云端备份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会建议使用Google 给大家在这 第2个是 我会建议你要使用这个浏览器呢 是使用Chrome这个浏览器 Chrome什么 长什么样子呢 CHR Chrome这个浏览器 就现在我们在用这个 Google Chrome 这个Chrome的这个浏览器 那因为它有很强的一些 备份的一些功能 还有一些密码记忆的一些功能 那我会建议你可以透过 Chrome来去做 那 后续有一些的 内容 因为 用Chrome这个浏览器也比较好 快速的浏览 那 因为 不少人可能还在用一些 可能是第1次使用 那可能还是会使用所谓的IE 那其实IE来说它的 普遍使用的 体验不是这么好 那我会建议你一定要使用Chrome来去做 好 那 在开始之前我建议你一定要先登录你的 Google帐号 现在我真正就创了一个叫做Ingel 2020的一个全新的账号 我会透过这个全新的内容 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去建置出来你的网页 你的网站 那所以在开始之前有些准备的一些事项除了Chrome之外 除了Gmail之外 还有一个我建议你一定要去使用就是使用Google Keep Google Keep是什么 Google Keep Google Keep它其实是一种 备忘录的一种功能 那我建议你也是要使用这个Google Keep去记住你的一些相关资讯 那你只要是使用Chrome登录的时候呢 在这边 这边的内容里面 你手机也使用 然后你的桌机也使用的话 这样子你的 你的资料就可以有一个云端备份的功能 你不用按储存跟存档 比如说你这边可以先做一些 简易的一些记事 那例如我拘留假 假设说你今天有个 比如说 G Gmail Gmail的登录 然后你这边就可以写你的账号 比如说我这边是 这只是举例 因为如果说你是用Chrome记住的话当然是不用这么做 这是你的账号 那你就可以把这边把你的密码 但是你是自己的嘛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把它记下来 好 这样他就可以记住在你的Google的这个里面来了 那因为现在我用这个是 他有颜色 我看一下停用深色主题 这样就比较亮 那在这边来说他有几个比较不错的功能 他可以去变颜色 你可以用颜色去区分或是你可以把它自定 固定记事 固定记事他就会在最最上面来做显示 那当然 使用Google Keep的好处是说未来我们在制作网站的过程中 可能会申请很多的一些平台的一些使用 那我就建议你能够将这些平台的每个使用的一些账号 密码 都把它给记下来 那建议你都是用同一组的Google招行来去做这件事情 第二个是 我们在使用 在开始之前网站 刚刚提名有提到吗你可能会希望 应该说 会希望让人家进到你的网站之后知道你的网站做什么 所以这边我会建议你 去思考几件事情 那这几件事情你思考完的时候呢 未来在你制作网站的时候就尽量是朝这几个 的核心去做执行 那你就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你的网站好像没有什么主题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方向让人家去follow 那主要这样子 的目的也希望在网站制作的时候呢 你可以有一个 不错的一些 特定主题或是显示出你的独特性出来 好这边就是我会 这我自己使用的习惯我会用 Google加工 Cago Cago Ggle Cago 这个Cago Google加工是什么呢 我们这边先登录一次给你 它算是一个新制图的一种延伸做法 那这边我们就是好就立即注册 使用Google来做登录 那刚刚我们说的这个Google Keep 我建议按下新号之后 把它加在这个 这个里面 那在这边来说这个怎么叫出来你可以在键盘上面Ctrl加Shift加B 加B 就可以把它 呼叫出来好这是一个快捷键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把它呼叫出来我们就把它加进来这里 这里来说我们就是用 Google这部分我们就是把它登录 这边就是简易的跟你做一些 基本的一些调查你这边来说原则上 那你要怎么去选择他只是给你 他只是希望做一个统计知道说现在在使用 Cardgo的部分你是什么样子的角色 去描述你自己 那其实你就是看你比如说你是 好我们就是选择我们是Business 还是Sales 好这边就有一个新制图的一个 一个做法 那你就是选择这个随便选一个就可以了 Content 内容的部分 那它因为本身它是全中文的所以你不用太担心说使用上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Cardgo的好处是说你可以在这边选择建立图表 这图表是帮助你去做思考的而且我现在提供一个这些工具给你在用的时候呢你的手机 跟 你的 桌机 的使用都是可以同步的所以会建议你是 手机也下载 桌机也使用 那你把一样把它加到最爱就可以了 好这个是它一个快捷键的功能按XX 那这边来说 这个就是一个主题啦我们这边就可以主题接下来说 我的我的第1个网站 这有几件事情就是说我希望 你在网站开始之前你可以去 开始来做这些事 那 这个是那个 协作啊就不用把隐藏起来 好 就是说 我希望你去思考几件事情就是说 网站必须要有一些独特性 你未来就朝着这些主题来做 所以你要去思考的是第1件事是你想成为什么 这个成为什么就像是说 你的网站到底是 是最终的目标是让你自己作为什么样子的目的 你就可以朝着这个方式来做 那第2个是 你的 你的产品 服务 是什么 这个意思是说 在我们 提供这些 网页的内容给人家来看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一个 主要的一些服务项目 让人家知道你在做什么 比如说他专门是在教你做 SEO的了解 他可能就在专门在讲有关SEO 如果他是广告头发 他就可能专门就是广告头发 所以他的产品跟服务是很明确的 所以你在这边网站在建制之前你要让人家知道说你的产品或服务到底是什么 你问你给人家什么东西 你提供的服务到底是什么 再来就是一点 就是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的产品 服务 能带来什么改变 能带来 带来什么改变 好 为什么先去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说 以我现在在录制的这个影片来希望提供给你 就是说 我希望我这样 一个网站的一个教学 可以为你带来一个改变式 让你在网络上面 开始有第一步的 一个行销的一个基地在 你可以透过这个网站的部分的一些 后续的一些教学内容的一些建制 Landing Page的一些设置去推广去有效的去让你的产品可以 做更好的曝光 我希望我这样子的教学跟服务可以为你带来这样子的事情并且为你真正 为你开启 网络销售的第一步 这就是我希望能够 进行并且做到的 当然 如果你在开始要进行 你的网站的 过程之后 我也希望你先去思考这三件事情 那 先将这三件事情 简单的 用卡锅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到 后面的课程 后面课程除了一些技术性的内容之外 也会围绕着这 几件事情 开始来帮助你去把整个网站给建制起来 OK 这就是我分享给你的 第一堂课程 我希望你可以先在网站建制之前先来了解一下 这三件事情的建制并且先将Google Keep 还有你的Google帐号都先准备好 那确定都准备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咯 我们就在 之后的影片见吧 好 如果你 之后不想错过我 影片的一些最新通知 现在就开始 订阅我的频道 那你将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 OK 那我是Joey之强 我们在 其他的影片中见 拜拜